行政学考前重点整理 第一章行政之概念 一之一行政内含及特性 一一行政学发展的历程出现的顺序为 政治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性 二组织发展归类于行政组织 三现代行政学的特性为系统科技性 四行政学发展考分为传统理论 修正理论及系统理论 五管理的观点上行政氛围、效率、成本、品质及利润 六行政组织运作中 黑箱被视为一种转换过程 七行政学的范围有行政科学、行政法学及行政伦理学 八行政最核心的意义是公共事务的推行 九提出十五M行政主要内涵的学者为张经建 一之二行政研究目的 一以技术与经济来论 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是效率 二以管理计划来论 按机关组织原定计划完成 促其实现者就是效率 三以系统组织来论 效率不只是达成组织的目标 更要顾及社会价值 四行政效率的眼镜阶段包括机械、社会及心理三个效率 五效率的正确内涵为效率 并非简令而是当其用红其用 并非机械式而是多层面的 并非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而是手段与目的的连锁 并非冷酷无情而是用人类天性发挥潜能 六章论书将行政的目的分为 提高行政效率、促进行政现代化、培养行政通才 促进行政公平与正义 七成德语将行政管理的目的分为 提高行政效率效能、运用有效资源 使机关有系统运作、达到合法政治目标 巴丹哈特将行政的公共目的分为 为行政职位做准备、结合技术管理训练 了解企业政府互动、影响公共组织 采取行动让事件发生 九行政现代化事项随时调整各行政的相关变数 使政府作为适应现代环境下 人民可维持合理生活品质的变迁过程 十行政现代化的六个条件 专业、民主、科学、制度、效率、适应 十一行政通才 在每一方面都知道些许的人 具有整合的能力 见零不见数、门门略通 有广博的知识、平衡的思想、远大的眼光、协调的功能 十二行政专才 拥有某一部分专业知识技术能力之人 据分析能力 见数不见零 改善方法 培养行政通才 一门深入 有专业知识及技术 受过正规的教育及训练 十三最高层人员为通才 高阶层为通才专才各半 中阶人员为专家多于通才 基层人员为专家占大数 十四专才的缺失、本位主义自设门线 没守成规不知变通 亦成为目标转换、技术官僚及专业霸权 补救的方法为、培养通才、灌输人文学及伦理学、多重抗辩 十五马库色对众专业 忽略人文社会关怀的人 称为单向度的人 十六行政学之三大目的 行政效率、行政现代化、培养行政通才 十七现代政府权威来自人民授权 其方是经人民代表家以立法、公务援聚之以行 此观念称为理性的合法权威 十八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有三个特性为回应、责任及代表 一之三行政学典范 一行政学有五个典范时期分别为 行政与政治分立、行政原则、公共行政及政治学、公共行政及管理学、公共行政及公共行政 二政治与行政分立时期 一、盛行的行政价值为效率及经济 二、富德瑞克森指出公共行政为一门借用科学 三、第一个被借用科学影响而兴起的是科学管理运动 四、科学管理运动由管理技术、行政管理及理想型科层等三大理论构成 五、科学管理的目的是在透过时间与动作研究 要求工作人员以科学方法代替摸索法及事物法 以建构最佳组织形态 三、政治与行政复合其 一、塞蒙认为行政原则只不过是一堆行政谚语 指出每一项原则都有一项反原则存在 二、政治行政分立被否定 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动新政、政治学者抗拒行政独立 四、公共行政独立 一、主张入市相关及后实证逻辑论的公共行政 强调适应环境的重要、建构新的组织形态 以服务对象为众心的组织 二、公共行政重点置于公共事物有关之公共利益 五、政治行政的分合关系 一、瓦尔多提出行政与政治的关系是公共行政最核心的问题 二、未劳必于1919年将传统的三分法修正为 现代五分法、立法、司法、行政、选举、政务 三、政府是政治及行政两不同过程所构成的 行政可独立于政治学外 行政的科学研究可找出类似物理学的普遍原则 应用行政原则可增进政府的效率与经济 四、对二分法批判的代表为亚波比 五、史巴勒所提出的政治行政分立二元模式 将政府的功能分为四种 任务、政策、行政、管理 六、行政理论的建构一般为外显知识、科学 一之四、研究方法与途径 一、行政学的静态研究途径 由于注重组织结构、权责分配及法令规章等 又称为结构的研究 二、探讨如何满足人员的虚荣心、荣誉感及自我成就的是心理研究法 三、在方法学上采用全面性观点的是文化研究途径 四、行政研究的心理学基础相当重要 以行为主义典范罪为流行 一之五、行政功能 一、行政功能的特质分为基础、服务、强制、行动、完整、艺术 一、基础性 政府以行政功能为基础 没有行政功能不能称为政府 二、服务性 行政本身就是服务的工作 公务员本身为民服务 为国家的公仆 三、强制性 政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 人民有违法 政府可依法处分 四、行动性 行政人员对实际事务彻底执行 对我所预知问题有效解决 五、完整性 行政功能是整体一贯的 不是支离破碎的 六、艺术性 行政工作必须凭借员工的聪明才制作随机应变 应是质疑 这就是所谓的艺术性 二、政府举办公用事业 以低廉价格、良好品质 提供人民使用 是服务性及效率性的特质 三、立法功能在制度上决定行政机关之组织职权 而行政功能则是在运作上做考量 一之六、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的相议之处 一、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差异在独占强制 二、公部门与私部门之间的界限在现代化社会呈现越来越模糊的特征 三、行政管理讲求一贯 企业管理讲求全变 四、行政与企业管理的比较 其相似之处有 对象、方法、组织原理、效率追求、品质提升 五、金鱼钢效应是形容公共管理及企业管理在公共监督下的不同 六、顺了孤艺 逆了扫情是指公共管理的目标多元性 七、政府机关的服务多属于公共财 以致其结果难以衡量 八、爱理森、理性政治的官僚过程 九、罗胜鹏提出公共组织与企业组织的差异分为四个面向 宪政体制、公共利益、市场机能、主权特质 一之七、行政历史 一、行政学的历史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一个发展前时期和三个发展阶段时期 二、行政学发展前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包括了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马基维利 三、第一代发展时期、传统理论时期 四、第二代发展时期、修正理论时期 五、第三代整合发展时期 一之八、行政精神与特质 一、福利国人民追求的政府行政是万能政府的行政 二、就政府行政发展过程论 所谓法义的保障行政是民主国家时代的特色 三、封建时代的国家特征是宗法的习惯行政 四、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合理比例 指的是现代行政的效率精神 第六代给呢 第六代赐行政ego